簡易交易 十月十七日回到CME全力支持的淘标战斗员时间 今日的市场都可以 破位就是破位 始终破了上来 你又不觉不觉 今天升得很高 现货价最高做到26956 我和大家说过26951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稍后看图你们拿回的记忆就知道 到了这个位置下午就回了下来 但最后又收回上来 整体上整天 不过成交有点弱 721亿不是太好的 这个成交不算好的 其实做8百多亿不错 但7百多亿不算好 26848升了184点 期指做26885升了244点 期指的走势不错 如果你只看这些数字 你便看到最不美的就是国子 最不美的就是成交 最不美的就是成交 国子最初也不是很美的 最后最后做法好 这里有没有显示出来 没有 稍后看图 不抄 国子应该做得好些 先看看数据 今天是星期四 以为有很多数据 其实不是的 你看看 英国出了货币 上次负0.3 预期是0.1 比预期差一点 今晚美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数据 即是製造 PMI 这些不是製造 PMI 也不是製造 PMI 也不是製造 PMI 还有製造 PMI 没有特别的 美国的数据就没有特别 最特别是什么呢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大家要记住 明天早上 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留意 看全部中国 明天早上10点 就会公布中国第三季的GDP 如果大家有看过 之前李克强所说 你有预期 其实都没有人预好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预期的6.1 上次是6.2 全年计 第三季是1.5 上次是1.6 看看保持6.1 市场的预期价格是差的 工程生产品 5% 看看会否这些做法好 市场销售 明天早上10点 所以A股好像没怎么回应 每天都在等数据 看看数据会否影响着A股 新加坡A50 或是我们的各指 回到图表 我们看到金 闷得不得了 就是说上下下跌又跌又跌不下 上又上不了 昨天最低下过77 接着就一口气上去 今天最高上到93 现在又下回89 其实它很习幅上下 没有特别的 问题就是上就上不了 我也说了 你要上升 抽穿才上升 抽不穿 不能上升 甚至看周线图 吸了下来 10个周上不了 10个周 1505 上面难上升 只不过它现在仍是反复 受压偏远 可以这样解释 好像早前见低买 暂时不要买 看它可不可以再跌深一点 硬币也是一样 虽然说要站在这 现在正在17.44 昨天也是在这个位置 17.4 也是在这里 上不了又是不行的 看看它今天会不会 返回穿下去 好些的是柚 你看到柚 昨天说过 在周线上 我们这么久也未穿过250周 虽然它穿了下去 但未穿在下面 前个星期最低落过50.99 收回上52.8 上个星期收市54.7 今个星期最低52.39 维持在53这些水平 我跟大家说 这个趋势是淡的 有味扭上 但可不可以再下 暂时来说 它还在做一个叫做横行的走势 星期一跌下来 然后你见到星期二 星期三 昨天站稳 星期今日 也是叫站稳 站在53 不如你站稳 不要动了 站在这里 看看可不可以 你不动会好些 你不动 如果看好股市 它不动会比较好些 跟大家去看看外围的股市 先看看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 昨天出了个数据 昨天出的数据 其实出得一般的 晚上8点半的时候 给大家看 昨天晚上8点半 出了个 看看 出了个 Retail Sales 负0.1 这个Retail Sales 核心负0.1 这个Retail Sales 负0.3 比预期差 令到美金跌了下去 也会减息 金位由77元一口气 抽了上来 但是你见到美汇 开始慢慢聚下来 不过都是那一句 你见到美汇跌 它跌得多深呢 昨天都有预期的 你遇到它20 到97.5 都会顶住 就算我当你真是穿 再穿 下一格是哪里呢 下一格就是97 很少的 很少的 上落市而已 很少的 美汇指数 美金稍微偏远 外汇当然好一点 你见到个傻榜 昨天都和大家说 冲穿了2750 你买 你沽也不要沽 没得沽 人家真的冲穿了 你相信图表是 穿了就穿了 这个是由 2018年4月开始 143开始引伸过来 穿了 破了就破了 破了就继续去 现在正在做1283 你没得挡 不要走去挡 不要手痕 你见到 全部冲上去 保持这些势 看看是否脱欧和欧洲 即是英国和欧盟 可以达成脱欧协议 英镑可能还会上升高一点 会有机会 等消息公布 看看Ulo 我们见到Ulo 都逼着逼着上去 股市做得好 避险也好 但这些东西会QE 所以它升的力度 不够 完全不够 跟它绑比 绑18点18点的上升 它这次是10点10点的上升 冲穿了50天 移动平均 现在在做1.1092 9月13日做过11111 现在上面的阻力就是1111 5条1 你当它真的再冲穿 说真的有多高 1.139便撞阻力 现在91 距离现在差48点 差48点 它不同的榜 榜一抽 100几点 200点 300点上升 这只一抽 10点 EUlo 叫做相对地 整体上 你一看EUlo榜 就知道 EUlo对英镑 沽Ulo买英镑 最简单 一直滑下来 沽Ulo买英镑 由0.90 跌到0.85 这里都差不多跌到500点 你看看EUlo榜就是这样 昨天都跟大家说 不如我常常留意澳洲 可不可以跌上 股市做得好 哈哈 终于跌上了 现在在做0.601 昨天转身 我昨天做节目 不是跟他说 它是都上不了 但如果股市做得好 是这只会follow上去的 这只会有机会转身上的 昨天晚上去到晚上好夜 好夜才转的 见到他转了上去 今天follow上去 纽西兰也是站稳的 纽西兰也是站稳的 两只都是 不过如果你问 澳洲好些还是纽西兰 我又觉得澳洲就强过纽西兰 比对来说 纽西兰央行都表示 他会有机会再减息 大哥你只有一厘还要减息 他都说要减息 但是澳洲就没有 最强当然是 宇宙最强当然是加指 他没有表示去减息 甚至乎他的经济好 息口高 我们很久之前跟大家说过 自从美国减息的时候 我就说 最有利的可能是加指 因为在那时候 美国开始利率正常化的时候 美国第一时间加息 接着全球加息的是加指 接着美国加的 美国利率正常化 加指就立刻要加息 因为两个国家黏在一起 茂赤是会有影响的 资金也会有影响 如果美国加息 加拿大不加息 那你是加拿大人 你都放美金 结果你见到加元升了 现在到美国减息 但是加指不减息 最简单的 你是加拿大人 你持加指还是持美金 你就变回持加指 所以对加指是有利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持加指 反而不是日圆 反而是加指 我们看看日圆 因为股市做法好些 你可以见到日圆继续抽上去 现在正在做108.85 108.85 势都叫做零例 破了位置 继续上去 109未见 不过我觉得会有机会见 整个趋势叫上去 为什么多拉因会这样行呢 主要原因是避险因素 避险降温 早前避险升温的时候 你会见到很多YouTuber 甚至很多财经分析 就是说避险走去日圆 走去黄金 但是你见到股市开始喘定了 站稳了 你见到美股 站来站去又见了27,000 你见到日圆 你没有避险 没有避险自然日圆走出来 不是持有日圆 反而是沽日圆 所以你见到日圆抽上去 看看股市 和大家先看看DEX DEX破位 是强的 当然是继续强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现在还在做12697 127都见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预计 你看看星期一跟你说什么 我们说不可以挡 它会有机会继续上去 就继续上去 我们继续数 上面的阻力位12780多 再继续冲就不要理它了 既然升就升 再加上 一直都说 11月开始 欧洲就会QE 会不会令到DEX 都会再进一步向上 现在的势势也是好的 顺港趋势也是好的 看看美股 美股昨天 如果存减息 对它又是有利的 你见到昨天开高了 虽然说拖完 但现在又是高过昨天 7962 保持势 纳指的样子都不错 看看S&P S&P也是一样 你见到今个星期 都会上来 现在的问题 今天也是上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冲高一点 再冲高一点 在哪里 3019才遇到阻力 好了 看看DAO DAO也是强劲 你见到美股真是神奇 真是神奇的美股 真是没说错 真是厉害 你见到今天开低了 下跌到26896 现在亚洲时段 港股做好 慢慢做上 现在在做26975 看看什么时候 升到27000 2700 慢慢升到27100 27200 慢慢做上去 最大阻力 现在锁上去 就是27270多 不过 说幻说 做比较困难 因为你的剪较放得软 你要放很远 我相信要放到266 你要放今周的低位 才可以保护你的盘 继续上去 要到273 我就看273 撞这个位 究竟穿不穿 但是你说要跌穿下 266、38 今周所做的低位 不容易 所以偏向上 美股也做得不错 休息一下 关注一下资商所 微信公众号 回来了 回来是 我不知有多少人数 不知道有没有 存了 你知道 今时今日 你要找人去 教育也困难 开个教育 2018年第四季密室战斗技 来过的可以再来 当然 免费入过密室战斗园 当然没机会 你进过一次 那时候Christina Christina 有没有看 我说 阿sir可否进完一次 再进一次 一年四次 你进了四个月 那不用做生意 不用做生意 这样免费 你们有兴趣的 就过来密室战斗技 了解一下 究竟怎样 又可以 大家一起学 大家一起去 聊聊天 去分析一下 看看市场是怎样 报名 不要说那么多 回来 今天的A股 大家看到 今天也跟大家说 明天 有很多数据 明天 中国就出GDP 预期是差的 你见到过去这几天 A股除了星期一爆升之后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都是跌的 这个都有预期的 我昨天 星期二也跟大家说过 它会有机会回到上周五的收市价 上周的收市价 在技术上会有机会回到这些位置 今天最低是2969 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收高 但如果你仔细点去看 其实是两点半 两点半至三点钟 开过三十分钟 是最后买高的 其实是最后这一棍 两点半至三点钟买高 所以临收市前买高 但其实它很窄 窄到今天最高2986 最低2969 很窄的 明天就是精彩了 一路星期二都跟大家说 明天就是GDP GDP究竟会不会好呢 因为我们就去看周线 明天就是星期五 假如明天 好像现在这一刻 收市 below 今个星期二九九三 收在2977 这些水平 其实是不漂亮的 因为它在周线上 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随头 即是倒转随头 上周千呼万唤 要它出一枝实心足 出到了 今个星期如果做一枝倒转随头 就不行的 完全是不follow的 所以明天A股反而精彩 如果早上看到A股 出的数据又做得好 而令到A股又上花去 又上2993 令到今星期做一枝羊足出来 然后明天这个时候 做这个节目 我就会跟你说 没事 做一枝羊足 延续上星期的升势 继续上去 我们继续看顶 但明天对不起 做不到 10点钟的数据非常差 市场看得很好 A股就非常差 回到现在 就是星期五收市 对不起 下星期会比较差一点 因为你看到周线上 出现了这样的形态 是不好的 所以港股好不好 明天就要看A股 整个A股的势是这样的 好了 A股是这样 不是我们控制 都要等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看新加坡A50 会否反映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偷捕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看得到 我们看到新加坡A50 都是它没什么怎么动 保持住在这里 昨天做完高位 14252 然后下回来 但今天也算是企稳 现在做14109 表现上不差 我们做新加坡A50 你没得理会了 出什么数据你都没得理会了 你只有一样东西 它跌不穿下面 阻力线 穿了一边 support 它一天都不扭转的话 它一天都不扭转的话 我们一天都会把喉叠 直至它穿为止 这个很清楚 这个是出什么数据都这么说的 你出个很差的数据 你不穿我都是要买你 出个好好的数据 你穿了下去我都是要沽你 不关数据的事 技术面就是要这样做的 明白吗 新加坡A50就是这样的 昨天有人跟我说 看看人民币 会不会跟人民币 我们现在暂时来说 离岸人民币价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昨天 按了口上去 做7.112 我不是跟你说过的 好像Ben Yi问我 我不是跟你说 人民币你不要理他 他锁住在这里 他锁住在7.118 或者7.12 如果就算人民币 因为中美 你知道见到很多news 又说中美 谈不动 又说要取消关税 我才肯跟你买大豆 亦都是商务部说 我11月习主席 都未必会见美国特朗普总统 又是那种事 不要理他 你看到人民币 现在暂时的技术面上 是相对地不是太差的 人民币 美元跌 人民币升 现在不是太差 但你要人民币升到7算楼下 对不起 看不到 这些都是上落市 现在人民币升到 都是表现好一点 去看看港股 港股当然是表现好 我们昨天这个礼拜 看到他转身 咬腰上 上周五 想着他会否反抬 要博 星期一开了出来 我就说 星期一慢慢买 都未迟 星期一最低落263.86 企稳264 然后慢慢企稳 等突破 昨天突破 最高266.98 今天开高上去 今早上做过一口 叫269.29 267.29 那下基本上十分钟 五分钟 一开始 今天开268.09 然后立刻抽上来 抽上来之后 下午打后回了一下 落到267 然后又站上 其实这些形态是不差的 慢慢上 我觉得慢慢上就可以了 唯独是不漂亮的 就是721亿 如果你做8-8亿 就不用你大成交 你做8-8亿 走势也不错的 看看可不可以做 我们说一下 日期高是什么呢 日期高就是这里 中秋节那天只有半日市 成交五百多亿 抽到上去27366 我也说 有怀疑的 你又中250天线 又星期五 又中秋节 又半日市 又只有五百多亿 你玩东西 又没有A股那天 你为什么会做这一口 接着过VM 怎么买 对不对 我那天就是这么说 9月十多日 怎么买 你要升的 下星期才升 你要升的 我这里不敢再追 我觉得那时有点假 然后星期一跌下来 星期二再跳GAP 好了 星期二 9月17日再跳GAP 最高的位26951 就是GAP位的顶 2695多 就会是我们的阻力 因为他做过一次阻力 GAP下来的阻力 现在就去到阻力了 今天最高26950 26956 相差是欠5点 就遇到阻力停下来 但是这些阻力 对于我们来说 只不过是settle position 你是平仓 不是看淡 遇到阻力 我们就会成功偷到位 偷回百多点出来 现在继续持住好仓 看看他能不能一关一关过 上面有很多关 先破第一关 继续上去 但是你说要大升 我觉得是困难的 今个星期都会受制住在月20V 不过20V还有位 20V大概是270-72 在现在这幅图看 亦都是100T Moving Average 大概在270-50多 看看明天可否跌至这些位 继续保持向上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幅图看清楚 你看到整幅图画得很清楚 由33484开始跌下来 跌跌跌跌 是以至于2019年2月破坠了之后 到了4月再继续回落 一路再反覆 T20280继续为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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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渲 现在正在升的阶段 如何让市场再有更新的最大关键 你现在还能看到 就是红红线 如果它分 52半 是可以有自己能力 再有 Honưng 再推穿你250天线 甚至还破干上红红线的阻力 即是由30-280开始 你可以计算这个 就算用这个分别不大 就算用30-280分别不大 那个位影响不多 差一点点 就算用这个 推到上来这些 上到273-274 甚至200天移动平均 276 后市就会好 后市就证明了 今年2019年 这个不是跌市 2019年 你说到多差都好 都不是跌市 2019年只不过是一个上落市 2019年 开25,800 上去30,000点 跌回来25,800 又上回 问题就是在12月 Cosing是什么地方 你要推倒的市 除非你可以后市 你能够推穿250V 我们赌了很多次 赌极都赌不穿 记得在上两个星期 一直跟大家说 神秘力量 我也写在这里 神秘力量在买 什么神秘力量 以为它是Settle Position 原来不是 是买盘 多么厉害 外围 环境多差 贸易战 香港示威事件 中国国庆那段假期 哪个去买 这么厉害 我不是慢慢说 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你现在知道 你知道是什么人 大人 就是这么简单 好 看看角子 你看到角子现在是什么 现在暂时来说 角子都是叫做 英俊 昨天也说要破了 今天下午做得一样的 但最后做10588 其实算不错 坐下盘 拿着坐下盘 它破了都未走 看看明天 可能A股 都要看A股 要看GDP 做得好的 就继续向上 这个就要看数据了 这个要看数据 做得好 就继续向上 我们向107 这些地方进化 做不好的 今天最低 落去10534 明天跌穿它 那就走 那就放弃了 拿着条线来做人了 OK 好了 说了很多了 还有时间 可怕我 去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股票 很多股票 很多问题去问 先开一下股票 388 就一直跟你说 星期一已经跟你说 充不穿240 它就多数都会在240 和10天线中间走 走来走去 这只股票 你慢慢 这只股票一定会追落后 这只股票一定会追落后 到它升的时候 你就小心点了 它不升就不用想了 它不升就继续磨在这儿 没人理会它 没人理会它 看看其他 2018又是这样 弹完上来之后 没用了 它也是锁住在这儿 先回答问题 1530 1530 三身制约 其实都不错的 拿着它 这只拿着它 不错 看看可否再高一点 走势都不错 可以hold住 662 68262 海底 今天做成怎样 今天开37.5毛半 收回来 形态上就不好了 形态上 今天做了一支倒转10字 形态上就不好了 明天看清楚 明天会不会 如果下跌37元 你可能要避一避 不穿37元 当然是保持今星期的势 继续向上 但是今天要注意 要注意 今天做完37.5毛半 最高做38.1 这样缩下来 在形态上是不好 是尽尾咬腰 下周做得深 如果它是咬高一点 升和跌 是差5先 5先就是5先 看看明天会不会下跌 如果明天不下跌 今天是37元 都可以 下跌37元 你就设定 都是赚钱的 6060 中安在线 继续努力 向上 好 继续上 这些有很多好美 有些屈身上好美 这一天 10月14日 我以为它差 再来一棍 以为它差 再来一棍 这些景度不得了 都说大户看着你的节目 你说一级一级上 当然了 都不知多开心 好了 接着3690 3690又是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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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破顶 不过 都是那句 你手持住 上次走不掉 怎么都看着10天线 人家真的咬着10天线 穿了10天线就不要了 今天89.2 看看是否会有些计划 因为今天再做一次93.4.5 上次最高93.6.5 今天再做一次93.4.5 又是不够力 缩下来 你小心点 这里究竟会不会有些计划 一走散场就会推下去 Ben E 如何 一路劝人不沽就不沽 欣赏你的mindset 不是的 有时 mindset是要锻炼出来的 但你要咬紧 你和自己说 我不是因为我估 也不是因为我感觉 是因为复杜 是因为复杜 白就白 黑就黑 我不可能在黑色的时候 跟你们说白色 我也不可能在白色的时候 是黑色 明白吗 这是要专注和集中的 努力 努力继续做上去 Raymond 密室战斗员 这个名字是否做trade 做到不能呼气 慢慢想 先看看 多谢你 开仓位置准了 胜出率高了 26号 跟你学更多东西 到时跟我打招呼 谁来 你是谁 我会记得 不过你的名字怎么读 Slow Do Low 不会读 日清 这棵这么厉害 上次最高7.22号 现在最高7.18号 保持个小 保持个小 看看可不可以向上 又有些买盘 其实都说市场真的不太差 是否可下 不要搞 7500搞来干什么 又没用 是不是 不要搞 不是这个时候 市场上去 你走去做7500 你真是玩意 京通 一般的 不是很漂亮 星期二 星期三 都是跌下来 今天是反弹的 整个小时不太漂亮 不是在炒这些东西 你看到今天有些不漂亮 譬如那些枫叶教育 我忘记了什么数字 我看过也是不漂亮 他们问的 战斗员问 我又觉得不漂亮 不是在炒这些东西 不是当炒的 就算大股里面 你看到那只 那只三八八都不是漂亮 你看过港股抽了多少 255抽上来 你看看 现在在做什么 强的那些 就继续强 你看看平安医生 好医生 今天最后一般的 不过小心点 有点稳笨 有点稳笨 再等多一天 今个星期也算强 有些计划本走出来 你想想 今个星期一 54元 抽到最高61.75元 现在是有些平仓盘 下回59.5元收 明天不再追随 今个跌势 仍然会有得上 不要太相信 看多一天 但如果明天 在技术面上 今日的day load 都守不住 你就要看清楚 小心点 669创科实业 一般 不算漂亮 应该要再做好一点 他叫停了 是否在高位消化 通常这些 你就要看住 因为早前 5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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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元 58.4元 今天58.4元 来到这些位置 推极都推不上 很多次 由9月5日 9月13日 这个几月都推不上 推得上 当然可以再看好一点 但现在这些 起码短线受压 你看到 他做了这么多次出来 接着我们看到三申制约 这只刚才说了 继续持续持续 3692 这只又是慢慢做好 不过 它的力度就不足 它不足 也不算靓 但不算厉害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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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应该在明天收市前价位 揀住 如果见到20天 要看否偷出位置 不搏比 READ 吃了下周再会买 或是然后便控制拖 otros 我没有叫ять过 全已離 Spect 如果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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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weekend,我觉得都可以的,没问题的 384,看看 384,中国燃气32.4 都不错,小也好,还在上升 保持10天线上面,看看能不能再上升 长飞,很久没人问过了,长飞钢纤 坐了很久,是不是见底? 其实他不美,他都不美 你不可以说见底,都不算美 不可以说见底 其实他力度都不足够 我觉得相对地叫弱 坐多一会儿,大小叫好的时候 看看能否有机会再上升 还不可以 你想想今个礼拜,开13.12 现在还是12.56 短线来说,周线要压住 短线今天叫弹一弹 弹一弹 不可以叫,没那么快 认为他是见底回升 对不起 3908中金公司不一样 今次好像不知出了什么 集资 还是不知什么 你看到整支棍堆了下去 市场就不太喜欢 人们就不太喜欢 不要穿 上星期的低位,14.16 穿鬼卖,放弃 由零到一亿很辛苦 今晚中楼合赛 今晚中楼合赛 不要说那么多 今晚中楼合赛 2007 碧桂月圆 10.086 继续上去 样子都不太差 966 可以拿着的 有些股票 中国泰平 现在就受压 你见到 星期一最高 18.34 开始是17.98 现在刚刚站在 但力度不足够 10个月圆 又是压住了 你看到 仍是压住了 还不可以 漂亮就不太漂亮 中性 不算其他那些漂亮 澳洲爆了上来 可以看什么位置 看高一点 看到50点 650 刚才图表说了 772 又是近来强的 那些 月文继续上去 有就拿着它 很久没有炒过 是不是要炒这些 追买了30.04 先保持它 你买的止蚀位 你没得选择 你实要 令到你心甘命底 输得心甘命底 你一定要放27.4 现在 帮助10天线做人 这些是很容易的 三袋外加个校章 你可以去吃学生餐 整头白头发 你去学生餐 你真是玩东西 我全部都白了 石约集团16.9 咬住10天 看看可不可以 咬住 咬住 它又不是很漂亮的 你真是走去挡 不能挡 不要走人家升 你走去挡 虽然缩下来 但你也要给时间去看 今天16就一样 最后终了 1113 都不能挡 你怎么挡 16也是一样 虽然今天这样做出来 我们还要看 今个星期还要升 除非它真的跌 今个星期跌回到1114.4 以下 除非你下去 否则都是要上 澳元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请问按现时情况 是否刑处于熊市 我没有分牛熊市 我从第一天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去年是九年 我认为是九市 不是熊市 我没有牛熊之分 回答这个 又足够了 过了 后面怎么不转 好了 被导演弄到后面不转 中卫 好 2 3 1 8 保持向上 今个星期都算好 不过今个星期 不足够力 不过这件事很差 每次都是这样 收市买 明早开高 即走 收市买 明早开高即走 intraday不能炒 这件事就是这样 沽了那张长期多少斩头 如果长期还是坚持持有 你当然不用想 你只有一个价 红色那条线 273一定要死 上250天线一定要避 上次撞250天线 撞不到 现在一定要避 好了 先看看 有没有特别东西 没有就坐下 看看明天 先中下落彩 不要说那么多 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中下落彩 香港好运 以上股票我没有持有 拜拜